我们现在在买菜 已经买好肉了 买了点豆腐 我喜欢吃这边的豆腐 他们都是手工做的 多少钱 好的 1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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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块 这个多少钱 6块 买点蘑菇 好累 泡皮 肯定喜欢吃玉米 买点玉米给他 好 买一根这个 够了够了 明天够了 明天就炒了 明天就不用买菜了 拿一根肠子 两根肠 淀粉肠 那种 淀粉肠 这个辣椒吗 一个要一个不要 这个蛮新鲜的 我走下去了 现在许姐是代替了老长的位置了 这个是啥 我想说我们会不会有点可怜 怎么会 你看就这样子做饭 那么有谈 只能在地下 人家说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朋友们看这是啥 腊肠 大根的吗 不是原味的 这个是刚刚出炉的 今天出炉的 我就赶紧 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好了 我是说赶紧拿过来 很多朋友在等 现在我们的腊肠 全部都是这种大根的 切一个呢 尝一下 切怎么切 桌面都不干净 擦干净桌面先 切一根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切一根试一下 但是我要找到头头 这 头在这 要一根 这个好干爽 肥瘦均匀的问题 我可能控制的不是很好 但是到时候我发货 尽量给大家 挑瘦的 看得出来的 像我们的话看得出来 这个稍微肥一点 这个稍微瘦一点 人工惯的 因为这个 它那个肥又就有点 不均匀 第一次做这种 大家请先见谅之前 做的是小根的 现在做的是大根的 来看一下 很多人等香肠 看看看看 这个是稍微肥 这是稍微瘦 这个也是今天出来的腊肉 蛮漂亮的 小脸在挂 这种 这种腊肉是最漂亮的 其实吃腊肉不要吃纯瘦的 吃这种肥瘦相间的是最好的 这个就稍微偏瘦一点 这种吃起来就比较硬 来我切一个 肥瘦相间的腊肉 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这是今天出炉的 有点硬 其实我也不懂 你们先看 是什么样子 我也没有看 漂亮几层 一二三四五六层 它猪皮不算 猪皮哪里算 五层 很干 这皮比上一皮干一点 因为本来一季出炉的时间 晚了几天 把它卖了 把它挂起来 这个腊肠我们今天晚上吃了 现在开始我要疯狂 挣钱过年的模式 因为我要等着老唐回来过年了 不能说他回来过年了 我到时候跟他说 我没挣到钱 是吧 这个也不是他希望的 其实我能明白他的想法 应该他也是不希望 我为他的事情操心 他希望的是我照顾好自己 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担心 事情都会有解决的方法 咱们今天晚上 抱歹 抱歹